临近年末,又是回顾全年楼市及展望明年之时。在过去一年,香港经济渐渐从疫情中复苏,带动楼市成交量与成交额均表现理想。 其中楼价甚至一度突破历史高位。美联楼价指数由今年1月底年内低位,反复上升至8月份的历史新高。 其后高位增持,而年内压金营升近6%。其中,一手市场表现相当凌厉。综合一手住宅物业销售资讯网资料。 今年新盘成交量与成交额齐升。销售量将由去年约1.44万伙。增加约两成至今年预测的1.73万伙。 全年销售金额则有望录得约2260亿元。按年仗约四成。创出四年高位。 二手住宅注册同样成交额与成交量双双上升。 据美联物业房地产数据及研究中心综合土地注册处资料。 今年二手住宅注册量将66万宗。较去年录得的4.69万宗大增近28%。 为九年最高,至于注册金额则估计录得约5200亿元。 升近38%。创出二四年新高纪录。 值得一提的是,随着新发展区及新进屋苑对楼市重要性与日区增。 部分购买力亦由传统屋苑转移至新发展区及新进屋苑。 因此美联楼价指数亦因应市场的变化而作出改动。 将由明年1月3日起,将成份屋苑由目前的100个大幅增加至138个。 为同类型指数中幅概层面最广的指数。 贴市之余亦具代表性。 而新增屋苑的数目,亦以近十年各区新盘供应多寡。 以及屋苑交投活跃程度等位依归。 展望明年楼市,估计全年有机会登场的全新盘单位总数近3.18万伙。 看似为数不少,但根据过往经验,每年实际登场的单位明显为少。 约以近三年平均推盘比率约58%推算。 估计明年实际推盘量约为1.8万伙左右。 个人预期,在一手保持热度,同时配合通关及北部都会区等因素带动。 至于明年全年新盘成交量与成交额将分别录得2万伙及2650亿元。 届时将双双创出2013年一手销售条例后生效后的新高。 至于明年二手交投,估计有望出现量稳价升的局面。 注册量将达6万宗。 与今年相若,维持9年高位水平,注册金额则有望达至5350亿元。 创二五年高位,楼价方面,短期二手楼价料继续高位增持,为随着香港经济持续回暖,而且市场利好因素增。 1.二手商投车马有望同步向上,估计明年楼市看好,楼价可望升5%至10%。